知名精量啤酒创办人涉嫌染毒 警方掌握线报 持搜索票前往他在台北市大安区的住处歹人 当场搜出了多达200多公克的大麻 各式产品以及迷幻蘑菇 根据了解这位无姓创办人 他是富二代 家族从事纺织业 他从美国回台之后 创立了精量啤酒品牌 不料就在事业慢慢踏上轨道时 却惹上了大麻烦 我们现在出自台北地方法院的搜索票 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来到豪宅上门逮人 男子前一刻还悠悠哉哉讲电话 可能都没有想到惹上大麻烦 他被人举报只有二级毒品大麻 警方巡线将人逮捕 一查发现嫌犯身份 竟然是国内知名精量啤酒品牌创办人 大麻哪里来的啊 男子戴着黑帽口罩 面对媒体询问不发一语 证据就摆在前面 让这名无姓创办人不得不坦诚犯行 据了解嫌犯拥有台美双重国籍 家族做纺织业起家 名副歧视的富二代 虽然没有接手家族事业 但返台自创的精量啤酒品牌 颇受年轻客群喜爱 戳影是酒厂逐步扩张 怎料就在事业慢慢踏上轨道时 自己惹上大麻烦 警方15号一早前往 他为在台北市大安区住家 待人当场查扣200多公克 大麻各式产品 以及迷幻蘑菇 有三包含有第二级毒品 西洛西冰的巧克力 那这个部分呢 他在国外的部分 是可以合法贩售的 但是在国内人属第二级毒品 至于毒品从何而来 嫌犯必重就轻 工程是朋友给的 但又不愿透露上头来源 事业有成 社群媒体大赛 一张一张家庭合照 事业家庭两得意 这次却因为毒品案 跃上媒体版面 恐怕让他悔不当初 接着我问八脉王家新北市报道 乱 小哥 小哥 黄